高雄市一名理性女子在机车上放了两串的卫生纸 被拾荒妇人捡走 报警抓人 开口讨了18万元的和解金 劳妇人担心被关 所以选择和解 结果两串总价798元的卫生纸 她前后给了对方将近18万元 离女拿到之后 人不罢休 又针对了窃盗提起附带名次求偿359万2000元 还要求在报上登三天的道歉启示 高雄订阅审理就认为 这是没有理由的因此驳回请求 这是2021年8月 石黄夫人在凤山景田路 捡到两串卫生纸再回家的画面 隔天她觉得不妥主动到警局交付 没想到施主李女已经提告怯道 每一个上画本来被捡到 然后她丢到 不是放在她的机车旁边 就自行把两串卫生纸拿到本所交付给警方 并坦承犯起 老夫人害怕被判刑入狱 不得已选择和解 却是一连串的索赔 老夫人不只付两串卫生纸798元 还被要求100倍的赔偿金7万9800元 付完钱的隔天 李女又跑到夫人家里 要她再付10万元的法律顾问费 前前后后加起来 老夫人一共付了18万598元 法官考量两人以18万和解 窃盗罪只判林妇1000元罚金 缓薪两年 李女不服上诉 石黄妇人也反告对方恐吓取财 法官查出 李女曾经犯下多起窃盗案 从没被其他人索赔100倍的赔偿金 认为她明知道林妇没有赔偿100倍 卫生纸价格的义务 仍出言恐吓贪取不法利益 去年底以恐吓取财罪判 李女徒刑一年 没收17万9800元的犯罪所得 但李女不善罢甘休 窃盗刑事官司 审理期间 他另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向石黄妇索赔359万多元 还要求连续三天等报道窃 法官认为没有理由 驳回请求 石黄妇维持原判决 刑度确定 记者邱建勋 许崇文高雄报道